那时我见上了好像是三月 过了六月 三个月后我就如素 所以我跟上了发言 所以我以为上年很好 鼓励我 那也知道 就以他的注意力去一华师兄 就问一华师兄 你的孩子那时借婚 不是从那个婚的改气 书的一个婉宴 影响林博红如素的 除了师徒兼对话 吴玉华分享他筹办儿子婚宴的智慧 也是其中关键 这样我就跟他讲 我们这次我们是办喜事 我们不是办上市 我们也不要伤害这样多动物 因为我们这次请是一百座 一百座的话就是一千人 这样你会伤害到很多动物 就跟他孩子这样讲 讲的话他就想他讲 好了 这样就接受了这样子 做对的事只要一个决心 正言法师的一句话 如当头棒喝 让林博红下定决心 自己如素还要向外推广 然后我们的那个生日 三个月一次的生日的一个 庆祝也是用素的来招待 在公司推动书时 林博红的劝素路上 后来二女儿也一起加入 爸一直跟我说 他想要开树为什么开树 然后他就说 你不需要赚钱 然后我只是想要你影响 影响大家去吃树 父亲的身教影响林以静 在研发餐点的过程中 也悟出不少心得 我是觉得只要他一餐吃素 然后那一餐的肉就减少了 所以就算你不是素食者 可是我开这个素食店 一定会有不是素食者的人进来吃 就因为他进来吃 吃那一餐就少一餐的肉被杀 推广蔬食 让更多人了解如素的好处 林博红希望更多人一起响应 待新闻黄兆锋 刘婉俊逢幻笑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